陈婷公开嘲讽法律不公 导致张艺谋多年前丑事被迁出 与张子怡就是被扒 究竟怎么回事呢 张艺谋老婆陈婷 曾公开发布一则微博 称自己提前完成任务 并配上了一张三胎生育的海报 这一下在网上炸了锅 不少网友认为 陈婷这是在嘲讽法律不公啊 毕竟早年间 张艺谋可是因三胎 被罚了近740多万 如今时代一变三胎 反而被提倡 陈婷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因此网友猜测他估计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实在委屈 这才想要发文自嘲一番 但没想到这一下 不仅没换来同情 反而把张艺谋给连累了 网友很快扒出张艺谋一段段的风流情史 当时老毛子和陈婷确认关系的时候 俩人整整相差30多岁 陈婷生下第一个孩子时也才20岁 而张艺谋已经50了 网友也是对此口诛笔伐 但这还没完 张艺谋与张子怡的故事也被扒了出来 当时张艺谋曾与巩俐相恋同居八年 巩俐当时与张艺谋可谓是天作之和 没有比他们更般配的人 但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 而后来某女郎就开始换了一波又一波 张子怡就是其中一个 但张子怡却没有巩俐这么幸运 能一直出演老毛子的电影 而这一切都要归咎于陈婷 在和巩俐分手后 张艺谋就认识了当时比自己小上31岁的陈婷 而正好这一年又是拍摄 《我的父亲母亲》的时候 当时张子怡被张艺谋一眼相中 后来也是靠着这部电影 张子怡才被顺利捧上了百花奖影后的位置 而后来张子怡也没有放弃与张艺谋的合作 俩人在拍摄《十面埋伏》的时候 张子怡曾说张艺谋对她来说 既是伯乐也是恩师 是谁也无法替代的 当时她一有剧本上的问题 就会前去请教张艺谋 但因为时间紧张 所以每次收工都是深夜 于是张子怡去请教问题的时候 张艺谋都是躺在床上睡觉 而张子怡则坐在一旁仔细研读剧本 这时却闯入了一位不速之客 她就是陈婷 当时陈婷一推开酒店房门 看到这一幕哪受得了 直接上来就给了张子怡两巴掌 张艺谋当时也是百口莫辩 只能与张子怡断了联系 于是后来张子怡的演绎之路 就与张艺谋再无关系 而她原本是可以像巩俐一样 被张艺谋捧成国际巨星的 如果没有陈婷的出现 张子怡说不定 现在的成就可不止这些 更不用说沦落到出演电视剧 还被炒的弟弟 你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